是一個傳承的工作 那在這裡 保羅也是透過提摩看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那個 念的經文三章十字節 就知道保羅還沒到那個地方去 他說我先趕快跟你講 這些這些要緊的事 所以呢 在這個當中的時候 我們看到 因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那我們在其中 彼此的主事彼此的建造 那每一個教會的弟兄姊妹 都要以建造基督的身體為躍進 來成為主的好功能 我們來想一件事 如果一個人 你不小心那個受傷 才會說你有過癮 還是發炎 你的身體會發生什麼機制 就是那個像那個白嘴唇 要去消滅這些病毒啊 細菌對不對 好所以一個健康的教會 健康的教會在遇到 在遇到這些的攻擊 這些的危難的時候 大家會彼此扶持 讓那種不健康不OK的狀況 往來敲除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到 從我們第二章的裡面 我們主要要來看到 他有教導說在這裡面 你要怎麼樣成為一個敬拜的好功能 那我們首先要來看的是 什麼叫做敬拜 那敬拜 基要真理 有上課的人就知道 剛好這一起有上課的那兩位 現在都不在中間 不然我說考試了 基督佛的敬拜 不是只有指禮拜天 是透過禱告 透過感謝 透過聽神的話語 透過為人的代求 透過禮拜之後 如何去行出你的信仰 在24小時 在一個禮拜 全部的時間 都是在敬拜神 都是在敬拜神 好 所以將這些的事情 在神的面前 獻上就是敬拜 好 所以我們如果要成為 敬拜的好功能 在今天保羅 對儀摩泰的教導的上面 我們可以從第二章 先來歸納極點 首先第一件事情 這裡所說的就是禱告 我剛剛講一句話 如果基督徒不會祷告 或者不相信祷告 不會祷告 不相信祷告 其實這個信仰 對他來講 可能就是只是一個求心安 或者一個宗教 為什麼會這麼說 就是祷告這件事 就好像是我們 電散也好 冷氣也好 他要運作 他要運行 然後怎麼樣 他上他頭 他上他頭 你做任何事 你講任何話 要有力量 或者說你要你的人生動起來 其實你必須要透過祷告 而祷告就是神告訴我們 透過祷告 你可以諮詢我的力量 我的權力 我的能力 都可以從祷告而來 而且祷告不單單 只有為我們自己求 也可以為別人求 所以一個沒有祷告 生活的基督徒 等於就是沒有邀請神 進入到自己的生命的理念 因為如果你不祷告 你有任何的困難 你怎麼跟神說 你不祷告 你怎麼為了你所有的公父 來感謝神 好不好 弟兄姊妹 要成為敬拜神的好公公 第一件事情就是過你的祷告的生活 以前我在關於教會 臨長老婆他都知道 我們有一個很虔誠的一個執事 頭髮白白的是一個女生 他什麼都做 教會什麼 服事他都做 可是他有一件事 他說 牧師不要叫我祷告 不要叫我上台 這是我被困難的 那他是一個不祷告的人 對不對 那這樣牧師就有多疑問 不是 他或許沒有辦法 在台上祷告 他或許沒有辦法 說出很美麗的祷告詞 但是我們從他的行為 從他所做的事情 我們知道 他對人的關懷 他對這個信仰的堅持 或許他沒有華麗的言辭 但是我們知道 他是跟上帝祷告這個 他是跟上帝祷告的人 所以呢 這個祷告在耶穌教導的當中 祂也說 你們不肯像那些假冒為善的 法利賽人 你知道法利賽人 有七種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 在聖經裡面 當時有記載 耶穌說有一種 法利賽人祷告是怎麼樣 他是躲在大街上 眼睛閉著閉起來 那時候是沒有電線感 不過記載就好像 他就撞到牆壁 然後才眼睛睜開 讓人家覺得他非常的虔誠 好像他 五時五刻好像在祷告 但是這種的祷告 在哥林諾前書的話 他說這個像 俠德羅民的法 若沒有愛在其中的時候 這些對我們都沒有溢出 所以 我們首先 首要來到神的面前 讓我們先成為一個祷告 願意祷告的祷告公 第二個就是成為明白真道 願意成為傳講上帝話題的統統 所以有人說祷告像 呼吸 讀聖經 像吃飯 所以牧師胖 很多人說 我好像沒有平常沒有吃很多 其實我的胖是因為吃很多上帝的話 其實不會 吃很多的理念 不會讓你胖 而且有的人說 祂常常笑口常開 祂說祂是擦哈利路亞面窗 所以讀上帝的話 能夠常常讓你有很多的喜樂 那在第二章這裡所說的 祂的經文 祂說 我為此奉派做傳道的 做使徒的 做歪方人的師父 就保羅說 祂因為接受耶穌基督的呼召 祂成為做傳道 做使徒 做歪方人的師父 然後祂做的事就是 教導他們相信 學習真道 教導他們相信 學習真道 所以祂希望提摩泰 還有教會的人裡面 要有人願意出來當童工 這個童工呢 祂是在主的面前蒙怨納 願萬人得救 而且明白真道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了 就是我們在教會裡面 剛剛說了敬拜是最要緊 敬拜的對象是神 那另外我們裝備也好 我們教育也好 我們團體也好 就是人跟人之間 就是人跟人之間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我們就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在 在耶穌基督的基石上面的時候 我們的裝備裡面 就要擒獨神的話 所以除了祷告 就是擒獨神的話 因為上帝的話 剛剛有說了 最重要上帝的話 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 來讓萬人得救 浪漫的得救 所以我們要明白 我們要明白真道 好 那在這裡 有個重要一件事情 什麼是真道 我所說的 就是除了耶穌以 耶穌基督以外的都不是 所以等一下到結束的時候 我會來說 用對的材料 來建造我們的教會 所以在這裡 弟兄姊妹妹 我們要跟自己說 除了祷告之外 我要勤獨上帝的話 如果說報了第一頁 有看到一些 基督徒 有的是七要 有的是八要 如果你看到七要的話 就是還要加上一個 就是基督徒應該要 來注意 環保生態的一個 維持或者保護 好 那裡面呢 勤獨聖經 常常祷告 我想這是做一個 基督徒最根本的事情 好 那第三個 成為你善行見證圖愛的同工 如果你祷告 如果你無經 如果你有祷告 你有古經 我們不是做別人看 那牧師要說 人看不出來 人看不出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無法做見證 你有祷告 你有古經 你說你是一個基督徒 很好很好 好在哪裡 好在你自己 還記得牧師講過嗎 我相信 相信我們在職場上 我們在生活上 非常淡淡兢兢 禮拜一 就是六天前 我們的姊妹 淑敏 她回到職場去上班 然後 因為她很久沒回到職場 她就看看旁邊的同事 做完了 接下來做什麼 同事跟她講 慢慢來 不要那麼急 她在這裡可以養老 她的意思說 步調不用那麼快 可是我們昨天晚上在分享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感謝神 因為我們是用一個積極的態度 我們是用一個對工作認真的態度在面對 所以在這裡所謂的善行可以指兩個部分 一個是讓神好的從祂而來的特質 仁愛功利等等 在我們生活當中 讓人透過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榮美 第二個善行是馬太福音所說的 你們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如同坐在我的身上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的信仰 在我們不能用善行來回憶神的愛 或者讓神的形象在我們身上彰顯的時候 我們的敬拜其實是沒有一個很好的結束 所以有時候我們禮拜晚 要跟我說共差遣 就是讓大家在禮拜天聽了講到 透過這些詩歌 透過彼此肢體的見證之後 帶著這樣的信心回到世界上來為主做見證 為主做見證以後 感謝主我要得到一個靈魂 我們就是在神的面前做最好的敬拜 那在這裡結束的時候 第二章結束的時候 他在這邊特別講 就是說我們要成為 勒住舌頭 以及又順滬的同工 那這裡特別可能要讓大家稍微看一下那個經文 因為這個經文有的人看到這裡的反正比較不了解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說的這個是要有善情 這才與自稱進神的女人相宜 那女人要沉浸學道一味的順服 我不許女人講道 也不許她管強男人 不要沉浸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 後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 乃是女人被引誘 現在罪理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 又聖結之首 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好OK 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回到聖經的背景 好像這裡把女生講得一無是處 牧師的背景是 黨老教會的牧師 這裡面有很多 我相信不只黨老教會 其他教派都一樣 以前我們教會最強的一定是什麼 婦女團妻 婦女真的很厲害 他們家裡可以弄得很好 幫助先生 教會很多事情都很成 可是弟兄娘常常 我累了 我不行了 然後工作好累好累 然後跟先生最好的伴侶 兩個 一個是電視 一個是沙發 現在多了一個是手機 或者平板 是的 婦女在耶穌在世的時候 還記得嗎 門徒都跑掉了 只有那些婦女在旁邊 所以婦女她原生 原來女生被創造的時候 先創造亞當 然後再創造夏娃 我就很喜歡說iPhone 最近iPhone X出來對不對 我們的iPhone姐妹 請問iPhone 7 iPhone 8 和iPhone X iPhone X 哪一個是最好的產品 iPhone X嗎 為什麼 後來出來的 先出來男的 先出來女生 女生 而且女生本來的意思就是幫助者 什麼叫幫助者 更有力量 更有力量的 但是上帝呢 他不是要讓男生跟女生 彼此之間有真跡 乃是當男生跟女生 作為一體的時候 女生成為男生最好的一個幫助 而男生呢 也成為女生的同和保護 所以上帝造女人 聖經說用哪一道 不是腳骨 不是頭骨 是用肋骨 肋骨就是 這是我骨中的骨 這是我肉中的肉 身體 保護住肋骨 可是肋骨又保護住 我們身體裡面 最重要的器官 好 所以回到這裡 我們可以把這個 剛剛歸納兩個重點 就是順骨跟扔腹舌頭 原來在當時以福祖的時候 有許多的女生 她是原來不信耶穌基督 那她來到 就是在社會上 進來的這些女生 是當時社會上比較不見容於社會的女生 有兩種 一個是可能地下階層 所以她在神廟裡面當神祭 就是說 拜的是八力神 那他們說 你要拜八力神 你就付點錢 跟在神廟裡面 做妓女的這些女孩子交合以後 八力神就會祝福你 所以一部分是這種的女孩子 進入到教會 一部分是那時候的女生 很少抛頭露臂 可是有些能力比較強的女生 或者當初過世的女生 她還是闖出一點點 那這種的女孩子 來到教會以後 那她也展現出她的能力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保羅所要講的是 當時在教會裡面 可能在真道不夠認識的上面 在這些出頭的女孩子的裡面的話 有許多的人 無法管轄自己的舌頭 那許多的人 所依靠的 在教會裡面 她不是依靠真道 她是說我能力比你強 我口才比你好 於是在那裡所做的教導 是不可不真道的 所以在這裡 保羅因為剛好 這些都是女孩子 所以保羅在這邊 對提莫泰 做了這樣的一個教導 所以這裡我們要知道說 原來在這一個 這一個 第四個敬拜的同工 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能夠成為一個 勒住舌頭又順福的同工 好 那這一個 我們把他列入是在 我們對於搶救的靈魂 搶救靈魂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應該要具備 常常祷告 常常祝神的話 而且能夠有 見證的生活 來農曉神 然後在我們的舌頭上 能夠勒住舌頭 並且順福 那第二個 洗到教會的同工 這裡所指的比較是 肢體方面 還有一些 的 那個行政的方面 那第一個 羨慕善功 什麼叫羨慕善功 羨慕善功就是說 有時候在教會的裡面 許多的人他可能工作 他沒有辦法 參與教會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願意怎麼樣 他願意支持 他願意說這是神所喜悅的 那不管是坐在弱勢的身上 或者坐在要讓這個社會 能夠實現更多的公義 跟神的慈愛的上面 所以這種的人 他羨慕善功 來成為教會總工的時候 那是教會的福氣 反過來 如果一個人 他總是說我們教會 我們現在 不行了 這個月奉獻的人比較少 我們好像這一年來 奉獻沒有增加 我們要怎麼樣增加奉獻 就是說看的 這所有的事情 就是在 以前如果以我來講 就台灣那種 建廟的文化 教會 我們的教會要越蓋越大監 像以前南部 有時候教會 蓋教會 重新蓋教會的時候 有一個標準 什麼標準 有沒有比我們莊頭 增陶 就是我們這個村莊 那一間廟 再高一點點 再高一點點 我們上帝住的聖殿 怎麼可以比其他 這些偶像住的殿 還要矮的 所以羨慕善功 就是真正知道 耶穌基督 他的愛 要臨期在哪些人的身上 這種人成為教會的 自從公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 這裡有說 是管理自己的家 在這裡管理自己的家 那牧師特別在這裡 我要來講一下 就是說很多的弟兄姊妹 心裡苦的苦 有一個動態 牧師啊 那我在教會我也盡力服侍 可是我的孩子 好像沒有辦法親近神 在過往很多的人 他會受傷的臉映 是什麼 你怎麼不好好教命臉 你怎麼不好好教命兒子 一定你在家裡 沒有讓他好好的學 好 那我要講 我要講 當你們過盡前的生活在神的面前 我相信如同實戒裡面告訴我們 愛我守我戒命的 我必祝福祂直到千代萬代 這樣你的孩子 如果你盡前在神的面前 你不要擔心 有時候他可能偏行幾度 我們總是要試試看 還記得你家的孩子小的時候嗎 像金幼的孩子如果帶你會長 如果有時候他要去碰 他碰這些東西 你跟他說不可以不可以 告訴你他會好奇 不可以喔 那一定有什麼東西 他會越來會很好奇 所以在這裡 有時候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敬前在神的面前 神托付你的產業 你就按照神的話教導他 他聽或者他不聽 好 你如果已經盡了做父母的責任 你就把他怎麼樣 交給神 神啊這是你的產業 我也用你的肝 用你的帳來管教 但是主若是我的能力不足 求主幫助 但是另外一個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很多的時候 是在我們生命當中 無法管教 為什麼無法管教 因為反而是孩子挑戰我們的信仰 他說爸爸媽媽 聖經這樣寫 你都沒有這樣做了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的生活都沒有按照 你都沒有按照耶穌基督給我們祝福的原則 那為什麼 然後你也不重視他 為什麼你說我的人生要受祝福 就要聽神的話 為什麼我要 我的神明有意義 就要這樣做 可是你們都不這樣做 所以這裡管理自己的家 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跟我們上個禮拜 所做說的 就是我們三個 就是清潔的心 無偽的良心 無虧的良心 和無偽的信心 無虧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 無偽的信心 在這個時候 就是能夠 來說 在神的面前 和人的面前 都是能夠做見證 所以管理自己的家 這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用生教 來教我們的孩子 那第三個 樂意接待 樂意接待遠人 其實樂意接待遠人 遠人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旅遊外資的人 那另外一個是理想背景的人 理想背景的人 那所謂的遠人呢 其實都是指的 就是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一個基督徒 沒有辦法接待遠人 就是沒有把神的恩典 去跟人分享 所以這裡 接待遠人 是當時的社會裡面 就像我們以前的古話說 出外靠朋友 以前交通沒有什麼便利 如果我從高徒到台北 我沒有一個投靠的地方 或是我們可能靠兩條腿 或者騎腳踏 或是這樣來回 現在當然有高鐵 有什麼很方便 所以在這裡說的 樂意接待遠人 就是說在信仰的生活上要實踐 那第四個叫做有好品格 那要除去壞習慣 我在這裡我念一下 他說如果你要做監督 教會的監督 你要只做一個婦人的丈夫 或者只做一個丈夫的婦人 就是不能有小王 不能有小三 那要節制 要自首 要關正 樂意接待遠人 善於教導 好那這些都是要過的 然後呢 不應走鬧 這個等下我們後面也會講到 不打人 要溫和 不爭敬 不貪財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兒女凡事川莊順服 那出入教會的 就是剛到教會的 不可以做監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面 等等 所以他這裡有值了很多的東西 好那在這裡 請注意我寫的第四點 就是要有好品格除去壞習慣 那我在這裡我連著剛剛第二點 我稍微剛剛我有漏講 漏講一個部分 就是說很多的時候弟兄姊妹 在教會的福祉裡面 都會說牧師我不行 我沒有辦法 我還有很多要改進的地方 那牧師你可以請別人 如果用我們用這個標準 要完美要十全十美的人 來教會裡面來服事 那沒有人要出來服事 所以我們不能把管理自己的家 或者說我還有壞習慣 來成為拒絕服事 或者說推諉服事的一個藉口 因為不是牧師 不是牧師 是這是教會 這是神的家 大家一起來打造 大家一起來建造 所以在這個當中 教會裡面 我非常感謝 其實在做每一個人 我在很多的地方都看到大家的故事 真的在這我都可以講出來 我們教會空間不大 那宏恩哥他剛好不太負流了 那牧師這個東西你有用的時候 你再來哪 他平常打包分類放在我那裡 那月孫姊妹在關懷 還有本來禮拜六都是牧師在打造 師母不是牧師 師母在打造教會 那他輪流他其實工作也很辛苦 那他能流來做教會清潔的工作 那在校園社區施工 玉娟姐妹也幫了很大很多的難 那其他的姐妹其實都有啦 像我們採榮施工的時候 就家庭就四處去找人 希望能夠讓我們這些都能夠有 學校的事後都能夠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進展 好那你看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不用那個眼鏡再去換 也要謝謝安妮跟千佩 他們看到教會的需要 讓我們前面有個投影機 這樣也比較好來繼續禮拜 好所以在這裡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沒有辦法是完全完美 但是我們在自己的恩賜 專長上如果我們有神的好品格 就是說我們有不管是聖靈的 今天剛好小朋友把他在說聖靈的果子 只要我們有任何的好品格 我們就能夠來服侍神 那在這裡牧師沒有說 你有壞習慣你就不能成為通貨 而是我們要相信 我們生命中的壞習慣 這些讓我們的生命不見他的東西 能夠透過神的恩典把他服去 而且牧師告訴大家 當你月不是神的時候 你這些壞習慣 月會被神除掉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當你承擔更多責任的時候 你就會去想 那我是不是會影響更多人 那我是不是在更多的地方 要能夠更合神的心意 更有神的形象 好那最後一個 這裡說的不被瑕疵 有節制 那聖靈的果子特別在這裡提出節制的 就是剛剛在聖經裡面 他有特別講不飲酒 滋賜 或者說不貪財 不增進 其實這個就是以我們現在來講 酒也好 毒品也好 那這個東西 都會使我們的生命 受到很大的瑕疵 甚至於現在青藏 也會受到貪吸 貪命的瑕疵 貪財 讓我們受到錢財的瑕疵 增進 讓我們受到民利的瑕疵 所以在這個當中 我們要在這裡 要成為一個建造教會的好同工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生命不該受到瑕疵 要有所節制 所以聖經也說 凡事都可行 但不一定有益處 但不一定有益處 所以在保羅給提摩探 寫的這個書信的最後 也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有念的 這個最後 十字節這裡我們來看 他說保羅說他指望 能夠盡快到檸檬太這裡 這裡來 但是他先將這些的事情 寫給他 因為他如果萬一太晚去 他知道在神的家中 可以怎麼樣做 那這個家 就是教會不要忘記 他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而且他必須要用真理 當作他的注釋和基礎 所以在這裡 他讚嘆 這個大賽就是 他保羅很讚嘆 他說 在 如果你在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當中 是一個敬虔 是從神而來 順服聖靈的生活 你就能夠了解下面所說的 就是所傳的這個真理 就是唯一神在肉身顯現 就是耶穌基督 被聖靈誠意 被天使看見 被傳於外邦 被視而幸福 被接待榮耀裡 這所有的一切 所指的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用正確的材料 就是建造教會的好朋友 這個材料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可以再邀請朋友 來到教會的當中 我們可以跟他分享 教會可能很多你覺得不錯的地方 我們有弟兄姐妹熱心 我們有什麼活動等等 很好 這就都很好 但是教會能夠給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這些你帶進教會你的人 最好的一個禮物 就是最後 剛剛所說的 就是 這一位在肉身顯現 被聖靈誠意 被天使看見 被傳於外邦 被信世人幸福 被接待榮耀裡的那一位 就是耶穌基督 所以 牧師希望 我們回去以後 聽莫泰前後書 與我們現在進入 你回去看 他在這裡 其實 這是一般我們說 牧養族信 也給了我們基督徒 基督徒在生活上 很好的教導 因為 聖經裡面 神的話 在兩千多年前 保留對 基督徒莫泰所說的話 今天依舊成為我們的幫助 也讓我們 在這個當中 讓我們能夠 繼續的留在神的恩典裡 我們同心來報告 現在的 主耶穌基督 我們宣告 你就是教會的頭 我們是 教會是你的身體 而我們在裡面 彼此為人之體 祖讓我們成為一個 健康的教會 讓我們有能力 來消滅 從外面而來的 病毒和細菌 而另外一個健康 就是我們的 聲量和智慧 能夠 有限的增長 我們絕不只有停留在 喝奶 喝靈奶的階段 我們開始吃乾糧 我們開始不用人家餵 我們開始從 能夠有能力 來促你的話 透過聖靈的光照 以及啟示 更有一天 我們有能力 來傳講你的話 讓更多的人 恢復你的名下 成為你的門徒 主啊 在我們裡面 若是這些弟兄姊妹 他們定義 要一起來打造你的教會 主讓他們知道 所有的一切 都在你的全能的當中 所有的一切 都在你的全知 萬無不有的當中 所以若他們 在所需的上面 向你呼求 主啊 就賜給他們 如果在他們的軟弱的當中 需要你的扶持 主啊 就與他們同在 讓我們在這個 神的家中 來彼此的服侍 讓人看到 這裡有彼此相愛 成為記號 主建造我們的教會 成為我們的基石 也讓我們在真理的尋求上 能夠每天不間斷 也讓我們相信 祷告的力量 不斷經歷你 同在奇妙的當中 謝謝你 祷告奉我們 耶穌基督聖明 Amen